各位剛剛體驗過新舊版本兩個場景 那我們現在讓大家真正的註冊帳號囉 所以你進到我們簡報13頁之後 這裡 有一個連結 其實就是這邊 這裡 那我們講過這個是 Mojita這家瀏覽器公司所開發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就像你剛剛體驗的一樣 你進去裡面是不是都是3D的 對不對 那這種的 情境會越來越多 而且也會越來越逼真 隨著我們的網路的速度 我們的運算的能力越來越強 那這個東西呢就會越來 越多你去用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前 兩年疫情時間 Meta 他也起來了 事實上連Apple 自己有沒有在開發 有耶 只是他沒有正式 就是宣布他的那個 VR眼鏡 那你就知道這種大頭都 投入了 肯定 以後的發展 也會蠻多的 只是說因為現在 包括硬體 其實那個 VR頭盔 他本身就等於是一台電腦 就是一個電腦 就是一個電腦 所以只是說 現在因為 設備還有價格 以及他的應用 相對的 比較貴 所以說 現在用的 相對比較少 可是等到跟我們現在手機一樣 我手機也可以用 或 甚至呢 其他 也許 以後就是不用手機也可以用 或者裸飾的方式就可以看到VR 那可能 大家的接受度就會怎麼樣 越來越高 就跟你看到那種電影行徑一樣 好 那我們請大家呢 你打開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打開有沒有進到這邊 好這個就是 他現在新版的一個官方的首頁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有分 免費跟付費 所以如果你按這個 就可以看到 他目前有三個方案 有三個方案 那我們當然就是用free的 他剛剛這裡呢有提到的就是 我們現在免費的 這個方案的話就是 你的房間大概就是10個人 不過我們剛剛實測一下 大概應該超過10個 還可以 可是太多的話 大概 可能就沒辦法 好 那舊版本 剛我們進去玩的第一個 最多是25個 所以 超過的 不管你是超過10個 或25個的 我們還是可以進來 只是他會變成用什麼 用所謂的那個 觀眾的方式 也就是他不能 親自互動 他只能在外面觀看的 好這樣還是可以 第二個 你有500Mbps的空間 也就是呢 如果你是自己的 這個 建造的場景 那你有一個雲端空間 有500Mbps 可以給你放道具 這樣了解 包括這些場景啊 或者是 所謂的虛擬角色 這些都可以放 老實講 其實你超過之後 還是可以用 只是說 現在 不可否認就是他現在新版本 我覺得稍微比較慢一點 因為呢 他12小時 如果你這個場景 不動了 也就是說沒有人在用了 他就會睡覺了 有沒有 他說Sleep 超過12小時沒有動的話 就自動進入休眠 所以呢 下一次再打開他的時候 他因為先收起來 所以他會再有一個 類似像解壓縮的動作 那個會花一點點時間 這樣了解 好那我們就麻煩各位 請按一下 Get Start 你就可以從這邊 來 開始 好 那最簡單的方式 現在他把這個帳號做的整合 就是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信箱註冊 也可以直接用Google 或Apple的帳號 直接授權 這個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好就麻煩各位你先註冊個帳號 好你註冊好之後 回到這裡來 應該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我剛剛已經進來了 好會長得像這個 我等大家一下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一進到這個界面之後 你看 右下角 老師這裡有沒有超過那個空間的 對不對 所以超過老實講他也可以用 只是說 可能你會 收到他的警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看到 你有一個自己專除的 空間 就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你 你賬號專屬的 好 然後 你在右手邊會看到兩個 有兩個 一個 就是你去管理你的什麼 管理你的那些 角色啦 場景 就是 admin就是管理的意思 就管理的這個面板 另外呢 如果你要自己建置 你的 空間 他會有一個叫做 場景的編輯器 所以這兩個 就是在編輯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所以 你這邊如果呢 你想要用他內建的 我就可以從這裡 去建一個 自己的空間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打開 這裡 這是你自己的 好 就從這邊按一下 好 這樣他就會進來囉 有沒有就長得像這樣子 對不對 好 有沒有看到 創造房間 也就是 像我們剛剛是 老師邀請你進到我 創造的房間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啊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去邀請別人 進來 那你看你把他按一下 創造房間 那我們就等他一下囉 就是跟剛剛那個一樣 你就會進入他預設的這個房間裡面去 好 各位你進到這邊來 我沒有用翻譯喔 我現在進來這個是不是就中文了 對不對 那重點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就你 自己建立的房間 那你要邀請別人要怎麼邀請 來你看 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邀請 你們都打開了嗎 如果你進去之後左下角 這就會有邀請 所以我給你們連結就是從這邊複製起來 這樣了不了解 那別人呢 只要 打上這個連結 按下去了 那他就可以進到這個房間 那一樣的喔 你看喔 你建好房間 你看我們右手邊 也有一個更多 有沒有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更多 你可以在這邊 設定這個房間的 資訊 他叫什麼名字啦 然後呢 還有偏好設定 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喜好設定喔 這次就只有你自己進去你的房間 裡面玩喔 因為沒有人 加入你的喔 就你按這邊 加入 然後 這邊 是不是就可以選 進入房間 好 這樣進來的 有沒有 那我要問一下各位喔 請問你們的下方有這麼多的按鈕嗎 你進入你自己的房間之後有沒有這麼多的按鈕 還是只有一個聊天 你們先 幫我看看 因為 我 記得 預設值 這三個應該是沒有 只有聊天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的話 怎麼辦 也就是說你做比較嚴格的限制啦 那我希望說 使用者可以跟我比較多的互動 就請你到更多這裡面 有一個房間的資訊 和設定 好你點進去之後在上面這裡右上角有一個編輯 有一個編輯 好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 這裡 Voice Chatter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 語音聊天 文字聊天 然後可不可以 建立手繪 可不可以建立表情符號 能不能允許飛行 就是用跳的 可不可以建立物件 這個你要勾起來 這樣了不了解 這邊 你把這些東西都打開的話 他就可以 有更完整的功能 就是使用者進來 預設使用者不能做那麼多事情 他進入你的這個房間只能聊天而已 這樣有沒有找到 請先找找看 那你確認一下 這樣子 如果別人進到你的房間的時候這邊就會有比較多功能 這樣OK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是讓大家先 體驗一下 什麼是這種 所謂的元宇宙 他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那因為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在互動裡面很重要的 你看 有沒有符合現在的心情 外面在下雪 像這樣子 那以後呢 我們下次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怎麼樣自己去 建立這些場景 好不好 先 知道 怎麼樣 註冊賬號 然後建立自己的 會進去玩 這樣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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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